今天非常特别 我用了皮皮虾 煮了一道糖醋皮皮虾 今天妈妈给了几只皮皮虾 还蛮肥美的 然后教大家怎么处理它 这个我们附近话也叫做 虾骨黑锅 我先把头给拔掉 来把它剪到尾部 它的腹部 筋开 接着也可以给它送一送它的 接下来麦卡牙小心 给我再释放了一支 这支很大 这支特别大 这边插了很多码头掰开 像这样 从后一步把它 把它刻意切开 非常肥 这样也可以 这个直接从 颗里面把它拉出来 小支的OK 小支的直接可以拔出来 咦醒了一局 现在我们要把蚊子捏出来 要把蚊子捏出来 捏蚊子捏出来 对 捏蚊子捏出来 捏蚊子捏出来 我们让它静置十分钟 之后才能拿去清水冲洗 水冲洗 洗这个顾骨 测出很多水分 出钱 充密尽 使用很多水分 按摩 knows 同时 你准备 我们把蚊子捏出来 只需要在 secondly 装芝麻 这就是皮皮虾 我愿意事先把它裹上一层木薯粉 我们测试一下油温 开始冒泡了 炸好后捞起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里面的油渣捞干净 复炸第二次 所以第二次的复炸油温必须非常的高 我们已经把这个皮皮虾炸好 加入一点底油 我放入的是冰糖 可能觉得冰糖的糖色会比较漂亮一些 如果没有冰糖里面 使用白糖也OK 冰糖煮糖色会比较好吃 白糖煮糖色就比较快一点 我们把它煮成焦糖色 把它煮成焦糖色 把红辣椒烤入 把红辣椒烤入 再把老橙醋加入 加入一点太白粉 把红辣椒烤入 给它有点粘稠感 把皮皮虾炸进去 把红辣椒烤上一点丝麻 把肉不驻 加入我们的红辣椒烤 葱花 这道菜酸酸甜甜 带一点味辣 还有芝麻香 加上鲜嫩的皮皮虾 非常开胃 如果喜欢这道菜 不妨在家里试足看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